今天是期剧烈摇晃 南投埔里派出所内 还在值班的远景一经 抬头再三确认 张华园林五金卖场 店员吓得不知该继续结账 还是往外跑 民众也跑到门口张望 而在台中游泳池水面晃动 震出波纹 13号晚间6点41分 南投仁爱乡规模5.6的地震 把大家给吓坏了 很大很大的震度 但是东西都没有什么倒 但幸好没有什么倒 不然就完蛋了 尤其中部感受明显 这起地震震源深度达46.9公里 加上属于较坚硬的变质岩地区 研判长时间累积能量 在浅层的小破裂点一次释放 也让四级震度分布广 南投台中彰化花莲和宜兰都有四级 但与引发921的车龙浦断层 相距甚远 研判和921无关 在这个地区我们从1937年 就是将近五十年的时间 搜寻所有的地震记录里面 发现这么深的地震 在这附近只有它 唯一它规模超过5的 辽力道彰化有四列高铁 也受地震影响 一度停车造成延误 索性这一晃无人伤亡 虚禁一场 三天新闻众报道 这边有四天新闻众报道 依然有大厚人 没有人噴火 它的还不抬 oko